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7月底采访问过越南 新加坡和菲律宾 而这个星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参与了多场东盟外长的视频会议 拜登政府对于东南亚展开密集的外交攻势 对抗中国的意味浓厚 不过即将接待贺锦丽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日前在美国阿斯鹏安全论坛上对于美中两国说了一些话引起注意 他说欢迎美国高阶官员出访东南亚 他认为这显示美国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东南亚 李显龙说希望美国要有具体的行动 例如说重新回到CPTPP 也就是特朗普之前退出 现在由日本主导的贸易框架 我今天请到两位专家和您探讨中美之间在东南亚的博弈 首先请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尊茨 来谈谈美国最近对于东南亚的这些密集的外交动作 今年一月拜登上台之后 本来东协其实对拜登的期待很高 但是你看到他很明显的他的外交政策是 先从欧盟中东世界国家下手 所以包括说他跟欧盟的话 不管是T7或者是欧盟的高峰会等等 花了很多精神 所以到最近的话他才开始比较认真的要回到东南亚 但是东南亚对拜登政府到底对东协是不是重视这件事情 其实内部有了很多的讨论 实际上的话第一他已经晚了 那尤其是中国从去年王毅去年就开始整个东协跑了一趟 然后今年的话又继续跑了一趟 做了非常多的动作 所以第一时机的话呢 拜登在其他的这些大国的事情处理完了之后 再回到东协 所以东协其实内部是有疑虑的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 美国再回来跟这些国家接触 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个很明确的 对东协或东南亚的政策 东协现在讨论很多的这些经济整合 那美国的话之前是欧巴马的时候是要加入TPP 到川普的时候又离开 那现在的话呢 包括李显龙都有在讲说 美国如果要重返东协的话 其实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表现他的commitment 那就是加入CPTPP 但是拜登目前看起来他短期内没有这样的打算 所以他对于东协国家最重视的疫情之后 重振经济 或者是说在经济上 你希望说他们可以减少跟中国的经济依赖 但是美国也没有提出一个对策 让这些国家可以怎么样加强跟美国合作 所以这块的话是他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东南亚的政策 那另外一个让东协国家比较担心的是 东协国家之前在川普的时代就说 他们不愿意选边站 因为美国跟中国都同样的重要 可是目前看起来的话 拜登上来他还是很明显的拉帮结友 去对抗中国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让东协的国家 最疑虑然后最担心的地方 最近中国的疫情又开始爆发起来了 现在等于说是疫情的下半场 然后东南亚最近也是因为 很多国家的疫苗打得不够 然后发现打了中国的疫苗 发现保护力不够 那这个时候美国这个疫苗外交 是有可能后发先制的吗 中国的疫苗在东协的国家 也是引起很大的疑虑 所以很多国家他也是打了 接受了中国的疫苗 最近陆陆续续发生很多事情 证明说中国的疫苗的保护力不够啊 等等 所以反而是美国在五月下旬开始 宣布说他要提供疫苗嘛 当地的话对于美国的这个 迟来的疫苗捐助 虽然他迟到了 但是至少他们对美国捐赠的疫苗 他的信心啊是比较高的 所以反而拜登进来 虽然时间上迟了 但是他因为夹带着疫苗外交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对他来讲 是造成了很大的助力 这样子 及时雨的这件事情的话 是对拜登这个时候 要跟东南亚国家开始加强合作 是帮助很大的 对东协来讲最大的利益 就是美国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可以平衡嘛 就是说他不需要选一边 然后他跟中国也可以保持友好的关系 然后另外的话 他也可以挟美国 对抗有一些国家 对中国崛起的一些疑虑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当然是两边都维持一个 rebalancing的关系 然后都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 美国的现在提出捐赠疫苗的 这件事情的话 对拜登政府会加很大的分 可是问题是他现在都是 几百万剂的赠送 东协有6.7亿人口 那你说印尼2.7亿 然后越南有1亿 所以他只是几百万 几百万剂的捐赠的话 其实是杯水车薪 到底可以对东协帮助到 多大的程度 还要再看 但是如果美国 他可以持续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现在东协要的 不只是疫苗 而且东协更希望的是 美国能够把这些 重要的疫苗的供应链 把它移到东南亚国家 美国如果可以持续 往这个方向做的话 对于美国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帮助会很大 对 那我们看到奥斯汀访问的国家当中 还有贺锦丽即将要去访问的国家当中 都有新加坡 对新加坡跟越南 那新加坡对美国的重要性是什么 李显龙两三年前就开始 一直说他不要选边站啊 也是因为新加坡之前吃过亏 因为他之前跟美国太亲密了 然后跟美国走得太近 然后中国惩罚他 所以他现在的话非常小心谨慎处理两边的均衡关系 然后不愿意选边站 但是新加坡对美国非常的重要 是因为他在东南亚很多的政策上面 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外 还有新加坡跟美国的不管是商务啊 各方面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 再来是因为新加坡在美中之间 他两边都非常的熟 所以新加坡会知道说怎么样去扮演 最好的一个中间者的角色 所以你看过去几次的那个 跨印太战略的会议啊 有几次都是在新加坡举行 但是新加坡不是跨的的成员 但是很多重要的会议啊 重要的活动啊等等 新加坡都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因为新加坡一直以来 他就是一个外交非常灵活的一个小国 我看了一下新加坡的 就是贸易投资经济方面的数字 中国是新加坡对外投资的最大的一块 在新加坡的对外投资当中 他在中国一直都有很重要的计划 譬如说什么苏州工业园区啊等等 所以新加坡在大陆有非常多重要的投资案 什么大型的工业园区啊等等 而且也都做得很好 对同时美国对新加坡的投资也很大 美国对新加坡的投资好像是新加坡的FDI的最大的一个 因为新加坡是东南亚的Gateway嘛 然后另外的话新加坡它的法治啊 还有各方面啊基础建设啊 还有政府的效能啊 还有投资的Ease of Doing Business 大概都是排名最高的 然后另外的话新加坡它也是金融中心 所以日本啊美国他们在东协的投资里面 很大一块都是进到新加坡的金融啊电信啊 或者是选择新加坡做他们的东南亚的Regional Hub 所以李显龙才会说东南亚国家非常欢迎美国 把这些资源投入东南亚 就是说李显龙对于贺锦丽即将要访问的这个行程 表示欢迎 然后他欢迎美国将资源更多的投入东南亚 其实美国在东协的投资一直都排名很前面哦 但是他排名的不是制造业 所以一般看不到 他排名的大概都是什么 通讯啊资源啊能源啊金融等等 他不是制造业 可是他的总金额一直都不小 大概排应该也是前几名最大的投资国吧 通过中国 中国是这些年来开始投资比较多 但是如果是accumulated的话 美国是远超过中国 所以东南亚国家才会不希望选边站吗 不想要只选一边 是因为东协过去以来一直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经济靠中国 安全靠美国 经济靠中国的话 就是他们跟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啊 然后中国到这些地方的投资啊 尤其是他们的供应链 整个这个地方的供应链已经完全的整合起来 所以经济会非常重要 那安全靠美国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美国在东协里面 他跟菲律宾还有泰国都是他的盟友嘛 然后跟其他的几个国家都有一些这个军事安全上面合作的关系 然后再加上说东协这些年跟中国也有些南海的争端啊 或者是中国这个日渐崛起啊 所以东协这些国家也希望说美国作为第一强权啊 如果可以加强跟东协的合作的话 对于抑制中国的崛起跟抑制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影响的话 会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也不纯粹是经济的考量而已啊 所以美国国防部长访问东南亚这几个国家就很重要 就包括新加坡菲律宾跟越南 在越南方面是不是主要是南海的问题 美国选择跟东协交往 他的国家的选择 第一个是他的盟友嘛 对 而他的这个alliance就是菲律宾跟泰国 但是菲律宾的话 杜特地反复无常 所以一下子本来过去是跟美国很好 现在又跟中国很好啊 泰国的话是因为这两三年 泰国自己国内政局的关系 所以跟美国 对美国如果是回到这个欧巴马时代 其实对泰国现在一些违反民主的一些做法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支持 所以除了说对他来讲 这两个国家是alliance之外 另外东协最大的国家就是印尼 然后对美国来讲 最重要的伙伴是越南 所以这两个国家的话 当然也是他非常积极要交往的对象 好的 非常谢谢徐尊词 刚才徐主任提到 东南亚不想在美中之间选边站 其实各国都不想选边 只是现在的局势 逼得各个国家必须要选边 我在节目开头的时候 播了两段李显龙的谈话 他另外还对美中两国喊话 说希望美中两国的恶化关系 可以得到控制 因为美中一旦发生冲突 对于全球都是灾难 李显龙还说 美国要认清 中国是很难对付的对手 好 我接下来请到新加坡国立大学 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 要请问庄老师怎么看李显龙的讲话 他是跟双方都在放话说 希望他们不要把两边的竞争关系 变成就是更直接的冲突 他其实也同时有跟中国放话 李显龙向来就可以强调说 希望中美双方不要有太多的摩擦 跟以往不同的就是说他更直接的承认说 美中之间的摩擦恐怕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化解 他以前是希望说双方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妥协的中间 可是现在他认为说那种方向可能比较难实现 你说妥协的这个机会很小 找到互相妥协的空间 所以他从希望双方能妥协 变成说希望双方的冲突或摩擦不要加剧 表示说李显龙对于中美关系比以往要悲观 那你怎么看拜登上台之后 对新加坡以及对东南亚国家的一些重视 还有一些做法 他们选择那些出访的地点 包括新加坡包括越南 似乎也是美方认为说 愿意跟美国进一步合作的地方 所以他就从这些美方可能认为 比较有收获的地方他先开始 那您觉得拜登政府这样子 对东南亚的这些外交动作会发挥作用吗 我觉得它是会有一定效应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东南亚跟中国的经济关系 往往会看破品的贸易 其实你如果把这些经济数据错开来看 就是服务业的贸易的话 中国它的影响并没有破品贸易那么大 然后如果看这个投资的话 其实中国的影响即便有这个一带一路 也是稍微比较小一点 所以说美国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另外就是美国跟中国做法最主要不同的地方 就是中国它像一带一路 它都是有点像国家队这样子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笔数额说要投资 可是就美国的话 它基本上是自然公司 所以它一点一滴的加起来 可能数额不小 不过说没有像中国这样子一大笔数 投进来的数字那么那么要远 所以美国它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 东南亚仍然还是中美会有很多竞争的空间 好的谢谢庄家英老师 其实当前的局势 疫情有很大的影响 能先控制住疫情 经济才能复苏 我们看到美中两国在疫苗外交上 持续的博弈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大火攻略 我们下一次再会